你能不能请我吃个西瓜 我吃一个 一个也可以 不是不是 你放下来 请请放 你放下来 我叫卧龙 我跟你讲 我可以给你设计套卖西瓜最快的上映模式 一个小时能把你的瓜都卖光 一个小时就卖光 怎么可能啊 我跟你讲 我可以给你一个100块钱的押金放在你这里 如果一个小时之内你在旁边看着 有一点亏 钱归你 瓜还是你的 人也可以给你打工一天 行吗 这些卧 这些都卖光 你小心 我不要跟你讲 可不可以 可以 我就帮你卖 那行 首先给你设计一个广告词 我们卖的不是西瓜 是味道 比老婆熟 比情人甜 五小三 有味道 够吸一人吧 而且我帮你把西瓜切成了一片一片 这个叫什么 叫做把我们的销售 融入到日常游戏的场景里面去 游戏规则是什么呢 5秒钟 吃完一片 半价西瓜 4秒钟 吃完一片 送一个西瓜 3秒钟 吃完一片 送什么 100块 你先听我讲完 不要插嘴 亏一点都算我的 如果说都吃不光怎么办啊 345都吃不掉怎么办啊 你现在不是卖一块八一斤吗 多加一块钱买一个西瓜 对于你来说是不是横数不亏啊 因为99%的人都很难完成这个挑战的 对于顾客来讲也是白得的便宜嘛 因为就算他挑战失败 你也送他一个 你有没有水果店 有啊 后面 送他一个水果店带进去 下次过来的话 消费满事实就抵十块钱 西瓜免费送 来 美女 这边 现在西瓜吃光就送给你 如果说一片西瓜 5秒钟之内吃完 半价给你这个西瓜一大个 如果说4秒钟之内吃完的话 送你一个西瓜带走一毛钱不要 如果3秒钟之内吃完的话 给你100块钱 不是骗人吧 骗你干什么啊 城管都在那里我敢骗你啊 挑战一下 吃不光 多加一块钱买掉 你本来也是要买西瓜的嘛 玩一下嘛 这么热 来 321开始 干嘛 结束了 脚两口啊 没了 挑战成功 老板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你看他 你问他 你问我 私下呗 可以啊 321开始 为了女朋友 哎呀 到了 你看挑战失败了 吃完一天 可以不可以 可以 行不行 试一下 计时器 挑一个就好了 有大或小都行 321开始 哦呦 非常有期望 哇 到了 差一点点 没事 试试再来吧 好吧 开始 5 4 3 3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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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放水了 大爷爷就给你放水了 快点吃 快点吃大口吃 再来一遍 3 哎呀哎呀哎呀 慢点慢点 来吃吧 没事 不要吃那么快啊 瓜不够卖了 才过去多久啊 两个小时吧 两个小时 所以说以后西瓜是不愁卖的 愁的只是如何把模式去创新 2023年不管做小生意也好啊 还是开门店的老板也好 一定要模式先行 卖的虽然是瓜 但其实也不是瓜 是什么 是情绪 是价值 还有什么 套路 自我套路得人心 只要不伤害顾客 就一定干嘛 能够 买的出去 对了 我的瓜呢 嗯 瓜够吗 去我店里面给一个榴莲 给我榴莲啊 这个主意不错 哇